都包含自動失效說 那在沒有自動失效說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變成 馬英九跟台灣部分人在禍悉尼 他就是告訴你說 這就不要追求了 總之都這樣就對了 就是他都選上了 都快下台了 那你在禍悉尼什麼呢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反映出來 給我的感覺是 我有一種很強烈的雙重標準 什麼叫雙重標準呢 你看看馬英九他底下的女兒 就是說他在綠卡這件事情的適用上 他的家人在綠卡的適用上 他女兒有的是直接是美國籍 對 就是說美國籍也好 綠海 再跟陳水扁前總統 他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態度上 然後說你高道德標準 你去那小小就不行 那這兩件事情跟我們的感覺是 我們在對於國民黨籍的總統 在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標準是很低的 我可以讓你獲悉 你混一混就過去 你就算找一個政治人物出來背書 這樣就好了 自動失效說 反正聽起來好像合理 我就給你自動失效了 那但是呢 對於民進黨籍的總統 在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會說你連那個孫子 都不可以去美國生喔 那但是就說 那馬總統的女兒 有美國去怎麼辦 沒關係啦 那問題是你有沒有想過 將來如果有戰爭 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去依親 你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覺得 我們民眾要去想清楚的說 你為什麼對於政治人物 會有雙重的標準 這個標準在哪裡 其實宏妤你看 你踏著一本一週刊的封面 你給觀眾看 前面是馬英九 後面是周美青 在後面比較小的是他們的 姐姐妹妹們 馬英南 大家看到這一家人 周美青不知道 其他都是美國人 總統全家人都是美國人 周美青我不確定 而且總統全家人 只有兩夫妻住在台灣 其他全部不住在台灣 我覺得剛剛律師要表達的意思 是台灣人真的很丟臉 丟臉到什麼程度 你竟然選了一個總統 這個總統竟然對美國獎稅 這種事情說到全市 就像習近平跑去跟美國獎稅 你覺得中國人可以接受嗎 一定不可能的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說 我們竟然老百姓 可以這件事情忍耐我們 不是 總統府的發言是什麼 總統府要回應 還是那一套 總統在2008年講得很清楚了 他現在就跟你耍無賴 他說出國 他有去簽證 所以綠卡失效了 我認為艾爾斯不會這麼容易放過 他連瑞士銀行 都敢告到美國法庭 就可以知道艾爾斯要錢的時候 他絕對是 退萬部講 如果我是有綠卡的 按照那個規定要繳稅對不對 我如果去繳稅 他能夠全世界追殺我嗎 會啊 他就是全世界追殺 怎麼追殺 他就直接查到你那個銀行的戶口 然後直接把你 該扣的錢幫你扣走 那可以 馬總統如果去印度拜訪 或去哪裡拜訪 他到了那個海關 直接被抓走到美國去福建 印度耶 美國完之後就是加拿大 美國完之後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也已經 循著美國的模式 要向這個海外 加拿大人要扣稅 有一個日本商人就是沒有繳稅 他在印度被抓走到美國去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而且瑞士銀行體系都 美國瑞士國會已經通過了 同意瑞士銀行的這些 各種銀行都提供了 台灣有多少人有 加拿大的楓葉卡 很多 台灣美國的綠卡有50萬人 還有綠卡 他說加拿大也有 他就 我們說別人 我們的內閣裡頭 有多少楓葉卡 袋鼠卡 美國的綠卡 你要去玩看看 為什麼不叫五尾熊卡 還要叫袋鼠卡 袋鼠卡有名 就是每人知道IRS多厲害 你剛才說IRS有沒有那麼厲害 美國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黑道 叫艾爾卡彭 他是一個黑手黨的老大 美國的FBI想盡辦法要抓他 抓不到證據 知道他幹了很多壞事 可是抓不到證據 後來怎麼被關 漏稅 用IRS 因為他漏稅 一罪一罰 關了他20幾年 你就知道美國的國稅局有多厲害 是我感覺到出來美國一定很缺錢 一定缺的 怎麼也不缺 有沒有預估說這樣子全世界追稅 可以追回多少錢 這個數字不詳 不過肯定對他不補小補 不過我要回家 會不會因此讓全世界的洗衣店 越開越多 對 大家都把錢拿去洗 現在沒有 現在要洗都很難了 因為現在是全球的銀行 全部連線 我要說你覺得恐怕將會發生 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如果馬總統繼續否認 然後他繼續他的錢就是趕快提出來 不去付給美國 那很可能他第一次被關的地方 不在台灣 他在美國 真的 因為這個是累積的 而且累到程度的時候 他不繳清 他直接 對 美國欠稅是會關的 對 因為我們剛才在前一段的時候 就說過有一個日本人 他是美國的公民 然後他也是覺得我不想繳稅 他就趕快離開了美國回到日本 然後有一次去運度轉機的時候 一刷他的護照 然後他當場去美國了 去罰錢 所以IRS是可以關人的 這件事不同小規 我很擔心是 我真的很在聽馬總很擔心 我們正常要去中南美 現在嚴重的問題是在於說 IRS他不是一個 政治力能影響的單位 也就是說美國的這個 就是IRS本身來說 他不是像包道格 不是像所謂的說 國務卿這些政治性的人物說 我嘴巴說會說 自動失效了啦 這個東西就沒事了 今天的問題點是因為 這個肥卡法案之後 IRS要嚴肅的執行的時候 這些政務官說要去關說說 基於台美邦交 台灣總統算了多少錢 無所謂 這個問題點到IRS會碰壁 如果IRS認真起來 因為這個案子認真起來 他真的去追查的時候 真的到時候公文也來也好 或是查扣或者發生 雖端開出了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問題來講 他怎麼辦 所以你說中國阿爸好 美國也是很差 沒有 全世界銀行都要買單的 這個是一個租稅付出條件 這是美國合法利益 租稅付出條件 對 它的合法利益 我要講一下 第一個 因為我有訪問一個律師 他說台灣現在很多人都去美國 這個肥卡條件追稅 對 追稅 因為很多人其實持有綠卡 但是都沒有去美國 他們也覺得這樣也不錯 那 後來他們追稅到 後來又說這樣沒有我放棄綠卡 他說放棄綠卡不行 頭前欠的要先叫 欠的要叫 再來發 發看 對 要發 發看 哇 外界都嚇死人了 他說你要放棄還是要發看 你要放棄 不然你就是永遠不要進入美國 對 你就逃亡了 等同在世界上逃亡 但不進入美國這樣 可是他剛剛講的是 你去別國也會被扣掉 通常是跟美國有影響力的國家 那是很大咖的 再來是 這個美國的財政部全世界 因為這個肥卡條款 所以他都逼這個每個國家 因為財政部管銀行 他要求各國的財政部 跟他簽訂一個 就是這個契約就是說 你只要有美國級的客戶 你都要告訴我 這樣我才可以進入你的系統去查 如果你不接受的話會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說 你在美國的所有 銀行在美國的所有業務 它全部把你封鎖 對 包含保險很多 在金控底下所有的業務 他通通不讓你做 是 你要拿去看 你要開分 那些都不可能 再來 你這個所有客戶 不是美國級的 因為他不知道 美國級的客戶是誰 你所有的客戶在我 美國的投資 都要追加扣30%的利得 這樣大家就嚇到這樣 所以到目前我的了解是 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屈服 都屈服啊 對 那台灣也屈服 對 那我剛剛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馬總統你的利卡沒有失效 所以你其實是美國是 你是登陸有案的 但我相信 我相信過期他沒有報稅 他是逃著 那美國以後追不追他 到底說我不知道 因為他是畢竟是台灣總統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從俄羅斯講到烏克蘭 烏克蘭這一次的德東 他的盧甘斯克 烏東 盧甘斯克跟那個盾內刺客 他最近公投 他聲稱90% 都願意成立為一個國家 靠向俄羅斯 可是那個不太成立的原因是 雖然90% 出來投票的90% 可是他真正去投票的人 可能只有三成 因為CNN有做過 對 也就是說只是少數人 因為他很傾向俄羅斯 所以那個公投其實是沒有用的 可是也搞得這個國家四分五裂 好 那個關鍵在哪裡呢 那關鍵在認同 我認同俄羅斯 但是多數人認同對 認同西方 因為烏克蘭也是要靠向西方 我現在在講台灣 台灣剛剛從越南那個事情 說我們連不敢稱 我們自己是一個國家 這也是認同 總統 中國跟越南起衝突 台灣受害 這是認同出問題 再來是總統繳稅要去跟誰繳 跟美國人 跟美國繳 所以我們繳的 但是他去跟美國 所以我覺得從歷史上來看 大家最後會肯定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的任內 讓大家的國家認同 越來越凝聚 而且趴數也越來越高 阿扁時代好像才只有 四成對不對 現在已經到七成了 超過六成了嗎 七成多了 所以他對國 他對大家凝聚這個 所謂的整體的一個集體意識來講 就覺得我是台灣人的比例越來越高 對 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習近平他才會認為說 其實這六年來 對台工作是徹底失敗的 尤其透過這一次學運 他發現說 就是他在跟宋楚瑜在會談的時候 他隱隱約約給他感覺是 他非常不肯定 這幾年來的對台工作 他被馬英九騙了吧 就是說基本上不只是馬英九 他覺得說 為什麼今天對台工作做成說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認同台灣大於中國的比例 其實是非常懸殊的 甚至比在阿扁時期 那個時期要大 或者說 當馬英九要去做 什麼樣的調整的時候 其實民眾接著就是想 你在請中 我要反請中 這個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 我試圖提供一個答案 你知道最近來一個貴州省委書記 也有去跟高雄 因為他們要多了解南部 結果接受林毅守先生的晚宴 跟誰見面 跟楊秋生 然後接受誰的參院 蔡衍明 這樣 去跟高雄說竟然沒有去找陳菊 這樣怎麼了解南部 那就是神父跟牧師傳道 對不對 那個張志軍在學運之後 這不是說貴州省委書記 我現在也不說張志軍 沒有錯 張志軍在學運之後 他講的話 比馬英九好聽多 他說我們過去兩岸之間 建立的這種關係 大陸釋出那麼多的紅利 只提供給少數人 也就是說既得利益者 就這些政商民流 未來我們要多跟中南部 中低收入跟中小企業 我覺得這也是因為更多的交流 更多的互動 他就可以了解 台灣不是中國 為什麼 鄧小平可以講一句話 讓沿海地區先富起來 國家政策 台灣可以說讓少數財團先富起來嗎 不可以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不允許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可以民主社會 對 所以為什麼大陸認為說 我的福茂 我的ECFA都是利多 可是這個利多 就像政大哥我們一在討論的 是會讓一部分富起來 所以他在台灣 不是造成什麼統獨意識 是造成非常嚴重的階級意識 階級對立了 貧富的對立了 這個貧富的對立 就會產生很多的說 我們要這樣的生活嗎 我們的認同在哪裡 所以台灣跟大陸不一樣 不能一個人說話 鄧小平說那句話誰敢反駁 讓沿海先富起來誰敢反駁 可是你這樣的邏輯不能套用在台灣 我們要認識一件事情 沒有錯 他對台灣的改變 其實是統一手段的改變 對 陸地不會改 他最近關一個記者叫做高瑜 70歲的女生說他洩漏國家機密 結果他洩漏什麼國家機密 他洩漏習近平給所有 中國共產黨幹部的七部獎 什麼是七部獎 不講普世價值 不講公民社會 不講新聞自由 不講公民權利 不講司法獨立 不講中共歷史錯誤 不講權貴資產階級 這叫七部獎 這哪是國家機密 這我們都知道 我問你 再重申一次 如果這個是他要統治國家的基礎 這應該是有功對不對 這應該頒獎表揚 可是這對中國形象不好 對習近平形象不好 這怎麼會是 這個國家機密是要統治我們這個國家 不是應該是好事嗎 因為這七部獎 公開被講出來之後 他就對中國的形象是有傷的 對習近平的個人形象是有傷的 所以這個七部獎 是不是個邪惡的東西 是 可是他是在做 但是他不准你講 我問你 如果他有這個七部獎 而獎的人竟然被抓起來 台灣還要有什麼夢想對中國 七部獎就是違反普世價值 對 偏偏他這個東西 本來只能在共產黨裡頭 以及他的喉舌工具裡頭在流傳 結果被高瑜弄出來 弄出來之後當然惱羞成怒 治國保典 高瑜是退一選團 應該要頒獎的 老先休息這廣告 這個民進黨自己內部 有這麼多人出來選 參選台北市長 但現在今天結果出來